今天的基盤中政紀念堂 專程設計設計店 發佈到四周設計團隊的專程提案 初總會是認為中政紀念堂 應要專制民主理事記憶 雖然這加速對專程最大的訴求 就是要順便當上 要順便讓方向來做比較開放的空間 初總會在五月的任期要願進行 基本中政紀念堂專程的設計店 總共有四周設計團隊 提出他們專程的構想 初總會認為中政紀念堂 就要專制民主理事記憶管 來做翻新官員的歷史告載 如果政治受難者的官方協會 最大的訴求就是要把這個當上刷照 要讓整台灣 當上有官員強頂的中政紀念堂專程 四周設計團隊應激頭隔 包含用建設的良心來作主要 透過正大面積的插槍 改變當上 實際是把這個專程的焦點 加組織在比較少年這台的輸球 來搭造創營鋼煮風 這些高雄的共同店 都是要祈禱官員 搭造一個符合專民的公共空間 然後把那個同向移走之後呢 讓這個空間變得是一個 那個剛剛講的文化藝術空間呢 除了堂底之外還有山裡面的空間 都是那個文化藝術的空間 有立委認為說中政紀念堂 專程的這個腳步有比較慢 國中的方案目前都是要 還有公主保持沒有一個定案 對這件事促專會回應說 中政紀念堂的專程 就要一步一步來 他任期不完之後 建議說會把這個交給 行政院的縮動專程 匯部才來確定專程的目標 在這裡總會報到 那你就 我要 我先給 employee 這不是